现在有很多人都在推动活化老建筑 在高雄市也有新的据点 这是在中正路上有一间独立书店 经营团队他们租下了四五十年的老房子 打造成可以看书又可以喝咖啡的特色书店 虽然他们卖的都不是畅销的书籍 不过经营团队说这就是他们的特色 走进这间书店宽敞的空间让人非常舒服 这间书店不卖畅销书籍 有没有听错 没错这是高雄唯一的独立书店 经营团队说这就是他们的特色 11月13号开幕到现在看起来还可以啦 应该不会那么快就倒 就是觉得说现在其实气氛 跟我刚刚讲说十几年前已经不太一样了 现在譬如说你靠网路 或是说现在很多社群的力量 其实还蛮紧密的 我们就是尽量抓住这些社群 去推这些书 加上陈列的书籍虽然少见 但却是店家眼中的好书 富于老屋新面貌的经营团队 也把地下室的空间打造成艺文展场 提供艺术家一个空间 二楼他们还特别打造成卖青石咖啡的地方 首先是这一道叫做再见柏林 是我用这本书 柏林故事集里面的再见柏林的章节 去设计这道甜点 那它本身上层是巧克力的鲜奶油 然后我用这样塑造的原因是 我觉得当时的柏林的环境跟氛围 是很华丽的很奢华的 然后可是它又带点斑驳跟褪色的贵族的象征 首座甜点是这里的特色 三层楼的老房子除了有一文空间 书店还有青石咖啡 烘焙坊等等 店长说就是看好高雄民众的阅读潜力 在多元化的经营下 果然吸引不少民众 就算不是假日 店里也是人潮不断 也为独立书店走出新的经营契机 港独新闻综合报导